这 这么多的油 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这油不仅是点灯的 是进佛爷大王的 佛爷大王 人们都这么叫 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 这金灯桥的灯呢 就全系了 那钢米的油也就全干了 悟空 师父 把八戒物镜找来 快点 试试 长老 回去吧 佛爷来了 咱们走吧 我是拜佛之人 既有佛爷来临 就该参拜 哪有不拜之礼呀 长老 长老 走 我去 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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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大师兄 伤探拳荡参拜佛爷 zrobić 快走 师父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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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师父 我错 好 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贫僧有理了 你是哪来的和尚 单该穿上金平桥 冲创我老爷的天路 贫僧是东土大堂 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 今日路过金平府 见大王显现佛像 贫僧肉眼帆胎 见佛就拜 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 求大王宽恕 送到嘴边的池 难得 难得呀 小的们 把这个和尚 拔光了衣服 刷洗干净 把它切成片 明天天亮的时候 用新弄来的香油 细细的煎着吃 好 是 你这个毛神 指日公曹 大圣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招打吗 大圣莫怪 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太之一 嗨 什么开太不开太 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 你知不知道 你师父宽了禅性 在金平府贪荒 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嗨 少说废话 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大圣 这里有个山 叫青龙山 山中有个洞 叫玄鹰洞 洞中有三个魔王 快说 妖洞在哪儿 天哪 怎么想得到 这临近西天的官府 年年供奉 人人参拜的佛爷 却是山里的妖怪 早啊 小的嘛 快来啦 我们大王说了 待会儿把你洗干净喽 用香油煎着吃 小的嘛 衣服拔光了 把绳子解开 喝喝 我会让你洗干净 真可憐 怕我 喝喝喝 肥甭 购用 泥 喝喝喝 你不怕 来 喝酒 该都喝 妖怪 快出来 快还我师父 你是什么东西 你是小牛精啊 你在叫上什么 我是你孙爷爷 快叫你那魔头 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 快去 要是慢了些 看我打破山门 先放你巢穴 你等着 我去报告大王 快去 不 大王 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说要打进山门 怎么回事 下去下去下去 三哥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他还说 大王再不放他师父出去 他就打碎山门 他还要先问咱们的洞穴啊 师父 什么师父 要干事 咱们抓来那个和尚 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 莫非 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 唐僧 要真是他 可就惹麻烦了 那又怎么了 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 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有什么麻烦的 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我看他干脆把那个和尚 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 怎么样大哥 嗯 三弟说得有理 小队们 在 把你和尚穿上衣服 带上来 上去再去 杨卉出来 和尚我问你 你是从哪里来的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你胡说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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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界 三徒弟沙僧 乃是眷连大将临凡 怎么还有两个 报 报 报 大王 那个毛脸的和尚 他要打进来了 这 这可怎么办 不必害怕 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对 小的们 有几个看住唐僧 其余的 跟着我们猎队出战 是 上 出来了 一群小牛精 还敢自称大王 只闻听你是几天大圣 没想到只是个小兽猴子 小兽猴子 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 游碎滑舍的妖精 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猴子 你听着 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 待会儿 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可恶的妖鬼 快快打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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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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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啊 啊 来 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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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